这只调皮的鬼可不是一般的鬼 只见他趁男人不注意偷偷瞅了男人一眼 男人感觉到了不对劲赶紧朝屏幕看去 但他又瞬间恢复了原样 刁毛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并没有太在意 可下一秒 屏幕里的鬼直接朝他摆了一个鬼脸 并且还给他表演了一个国际首饰 就在这时 其实眼前的刁毛也不是一般人 他的女友天天抱着一个名叫安娜贝尔的洋娃娃 大女儿也整天抱着一个破木头盒子 就连小儿子也整天自言自语 甚至还会被空气绊倒 而更加牛逼的是安娜贝尔竟然深深爱上了 一毛不拔的刁毛 这天奇葩的一家人刚搬进凶宅 家里的旺材却迟迟不肯进门 下一秒天上的箱子就掉了下 等到刁毛挪开箱子后 旺材已经被砸成了一个不要钱的大肉饼 刁毛见状伤心欲绝 赶紧对着旺材进行人工呼吸 可这丝毫没有一点暖用 于是他拿来一个打气筒给旺材打气 好不容易把旺材恢复了原样 旺材却搜得一下飞走了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安娜贝尔为了追求刁毛 竟然注册了一个社交账号 并且还加了他的好友 刁毛见到后赶到了一丝的后怕 赶紧把他丢到了泳池里 可没想到这可把安娜贝尔惹毛了 直接一把火点燃了他的衣服 气得刁毛赶紧把他的头砍掉 然后埋进了大坑里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无论他怎么折腾 安娜贝尔依然会出现在家里 这让刁毛彻底崩溃 拿起杀猪刀就准备送走他 好在翠花及时赶到 才没有导致悲剧的发生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可这也仅仅只是故事的开始